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一 作者柴静 朗读者蓝珊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 没有网络 没有电视信号 连报纸都得到30公里远的州府去买 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打电话请示领导 张杰说 别回来了 前两天调查派的东西都废了 现在做不了专题 都是新闻 我发短信给老好 怎么着 他说 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 要去的人太多 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 有人身危险 我问罗永浩 他正带着人在前方镇灾 已经有疫情了 老罗说 我回 知道了 就知道你会更来劲 这个操汉 我改了行程回国 直接转机去成都 上飞机前 我买了份纽约时报 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 贴身放着 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 站在雨里 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 戴着眼镜的男人 脸色苍白 抱着妻子 闭着眼睛 脸向着天 脚边是蓝色塑料布 覆盖着孩子遗体 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 带着一群人 从江边崩塌的滑坡上 向外走 江水惨绿 人们浮在乱石上 匍匐向前 到了绵阳 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 找到的几样东西 一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 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 和一块手表 讲了三个故事 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 回来看妻子 士兵为了救人 耽误疗伤 肠子流了出来 还有一个女人 在废墟守了七天 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 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载区直播点 我说的时候 她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 看完没说话 走了 我知道她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 她说得非常委婉 生怕伤着我 你太流畅了 你是说我太刻意了 你准备得太精心 嗯 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 非要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 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 心里就咯噔一下 她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不舒服 这么大的事发生了 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 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 也没有关系 或者你停一下 说我去拿一下 更真实 还有些话她没说 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 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处于保护 她眼睛被罩着 看不见她 她想让男人知道 自己在身边 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 于是伸出手 在她手上握了一下 她说 我这二十多年来 每晚都拉着她的手睡 丈夫蒙着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想到这里 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 一开始我以为是着笑容不对 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 表情太轻飘 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 是我在说这一段时 只哭着流利 嘴里说着 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 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 直播的时候 掐得准不准 我只是在讲完一个故事 而不是体会 什么是废墟下的七天 什么是二十年的一卧 我讲得如此轻松顺话 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笑与泪 都带着装饰 这一点 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 委婉婉地说了那么多 其实就是一句话 你是真的吗 第二天在绵阳 我们赶上了六级渔镇 跳下车 往九州体育馆跑 那是灾民临时安置点 管理空空荡荡 八九千人已经安全撤离 只有一个人坐在里头 我走过去 他背靠墙坐着 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问他 现在这儿不安全 你怎么不出去呢 他抬起头 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离黑的脸 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 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 我还跑什么呢 我蹲在那儿 说不出话来 他安慰我 你出去吧 这儿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 我讲了这个细节 又有批评的声音 认为吊子太灰色 这两次直播 给我一个刺激 这两个细节 不说不真实 可是笑和泪 这么简单地说出来 却也不扎实 我想起03年的新疆 有些东西是真实的 但并不完整 到了北川 在消防队附近安顿下来 晚上迎头遇上一个 当地电视台的同行 他摇摇晃晃 酒气很大 我扫了一眼 想避开 路灯下 他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 好像发着高烧 眼睛赤红 手抖得厉害 干嘛喝这么多 我带了点责怪的口气 受不了了 他张开着嘴巴 就好像肺里的空气 不够用一样 在用嘴痛苦地呼吸着 他瘫坐在地上 那个血的味儿 我听不清 就在两个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 听见他说 他说 叔叔 你救我 他一语一样 我说 我会救你的 可是我搬不动了 我喊了 我疯了一样的使劲 我搬不动了 他拆静 我 我只给了他 两个大白兔奶糖 他转过头来 脸憋得亲子 啃咬着自己的拳头 要把什么东西堵住 再这样 他会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 像拍婴儿一样拍着 他的喉咙里 像是突然拔掉筛子一样 哭声仰面向天喷出来 只有两个糖啊 我没带纸 兜里只有一个皱巴巴的口罩 我拿出来 把铁线抽了 给他 他钻着 拧着 也不擦脸 头上全是青筋 我们俩盘腿 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 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 他大声嚎哭 我默然坐着 身边常常有人走过 没人奇怪 也没人注意 他们已经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 罗程 陈薇 老金 和我 几个新闻调查的同事 商量了一下 一起退出了直播 我们要做一期 有足够时间的节目 不管能不能播 第二天在九州体育馆 几千人从灾民林市安置点回家 我们看着乌洋洋的人 商量 拍谁呢 想法也一样 谁都行 一对夫妻 男人穿旧的深绿泥子军服 四十岁左右 绵羊一样的眼睛 有点张黄 女人晚一桶食用油 拿网兜 拎着脸盆 就他们吧 我迎上去 跟叶哥叶嫂坐车回家 他们家就在北川县城边的杨柳平村 上山的路都垮了 房子大小的石头和土方砸在路上 只有摩托车能过 每辆车载两个人 我坐在叶嫂身后 搂着她腰 到了半山 一拐弯 路的一半生生批掉了 一辆摩托车 孤零零地悬在边上 往上开 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处 丑白的雾气像河一样 重的要用灯破开 叶哥的家 在一束梨花底下 深山冷 花还开着 房子从后面看是完整的青砖墙 一绕过来 前头全塌没了 地基保坎都震坏了 这是叶哥叶嫂在镇后 第一次见到自己房子 站着 呆看着 手里挽的东西 不知觉地落在地上 镜头也那样呆着 谁都不说话 三四分钟 山里非常安静 只有些微鸟叫 雨落在春树的叶子上 细密地速速作响 叶哥走出废墟 翻找出一样东西 用手抹上面的土灰 抹了又抹 站在那儿不动 我走过去看 是儿子在遇难前一天 跟他吓得像棋 房梁上挂着一串纸贺 绿色方格作业本的纸 叠得很笨拙 像大元宝 是两个月前 三八节那天 儿子送给叶嫂的 地震那天 他家附近四面山摇晃不停 地里干活的女人 以为山神发怒 跪下来转圈向四面祈祷 叶哥一个大跳出屋 跃到土豆地里 片刻恍惚后 大叫一声 撒腿往山底下跑 山底下就是县城 屈山小学在城里 儿子在上课 路已经断了 房子一样高的石头 在路上堵着 路边的斗崖上 都是树和灌木 叶哥从崖上往下跑 连跑带跳 像疯了一样 二十多分钟 到了县城九城边上 县城被王家妍 和景家妍两座山夹着 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 路已被埋 巨石下露出压城片的 出租车的前盖 只有从崖边往上运人 人们正接力把伤者传出来 他可以回头再找别的路去学校 但犹豫了一下 他伸手接住了递过来的一个伤者 我是一个外来的人 听他说完 除了陪他们站着 一起去捡一只锅 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 没有别的办法 夜哥夜嫂把房子前头的荒地铲平 拿废墟里的碎水泥块 把死边垫上 怕雨水进来 帐篷还没到 就找了块破烂的彩条布 搭在门口的泥树上 把房子里的床垫拖出来 放在里头 细雨纷纷 越下越密 落在人头上 我问过夜哥 怎么不再在民安这点等一等再回来 他说 不要紧 那么多残疾人 我们好手好脚的 能把自己的家建起来 他搬了两块石头 找了只铁锅 把蓄水池前两天残留的一点雨水烧开 泡了碗方便面 没有拆调料袋 红色塑料袋子转着圈的飘在上面 他们俩坐在一杆木头上吃 一边跟我说话 夜嫂差不多四十岁了 她说 将来还要生一个我那样的儿子 我一定好好地养育他 夜哥补了一句 就像对第一个一样 我听见背后有乌叶声 回头看是编导罗晨 他跟他俩差不多大 也有一个儿子 男人为什么长乳头 为什么说越想越胖 减肥为什么会这么难 为什么人会秃顶 抑郁症到底应该怎么治 包皮到底是割还是不割 生命八卦 用八卦的眼睛看生命科学 有味有趣有料 别错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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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